大家好,我是飞行纸建筑的创始人郑默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 功课室最新完成的大新上德中心 维特多概念变相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飞行纸建筑设计的大新上德中心的维特多概念变 我带大家今天看一下我们整个建筑完工的场景 这个我们所处的就是我们整个店的一个外里面设计 我们所采用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理念 根据维特多的这个服装品来的属性 我们做了一种编织文样的这种造型 可以把服装的属性展示的理念设计 那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外里面造型 这个是我们首次采用的用这种铝板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参数化设计生成和这个数控制作 达到了这种立体的三维编织图案 整个外里面呢分成三层 最里边的是一层奶白玻璃 然后中间有一层金属的编织文样 最外边这一层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生生不息的生长纹路 是用这种特殊的铝板造型完成的 体现了这种人装男性的这种属性 这个是外里面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主口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室内 我们揭秘一下从外里面到室内 这个是这样的变化 大家可以跟随我进到室内 首先步入眼帘呢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墙 然后这个墙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种生长或者是延续外里面的这种编织造型 我们从外突到一个内凹的一个设计 我们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 所有的墙面都是从地面和吊顶生长出来的 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曲线的造型一直贯通到室内 在每一个墙面和这个展示服装的这种奥特的造型 我们都进入的强化在那里的细节 用到这种三维力比雕刻的造型 这个呢其实是用GRG翻模制作出来的 那这样的将来顾客呢 在看服装的同时 又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的基底的变化 从室外到室内是一个完全贯穿的过程 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所有的展台也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文样 从地面生长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 包括灯光的处理都是这种暗藏灯光 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强的这种生长的力量 从地面生长出来的这种展台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所有的这种墙面 把我们的顾客带到不同的小的休息区 比如说这个区 包括尼亚的区 是我们做这个高端定制西湖地面的区域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我们整个店的一个中楼线的区域 在中楼线呢我们图置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旋转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会设置一个从一层到二层的一个大型的瀑布瓶 这个瀑布瓶的话就会做一个多媒体互动墙的这么一个设置 由于这个店呢还没有开业啊 今天是第一次的揭秘看到我们整个室内的空间 OK 我们从这个区域总是我们整个两个空间的一个转接交换的这个一个空间 有一种Alice Wonderland的一种非常神秘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那在这里头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模拟天光的效果 在所有的这个调点 我们的设计呢是让人感觉不是在一个虫尺内的空间 而是很自然的把这种自然光引入到区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这样的曲练的强体 然后把扑克带到了飞红标的这个品牌 然后可以跟随我走 Hello guys 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Dada还有Chris 我们今天都在这儿拍照 这个造型非常特殊啊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像雕塑一样的造型 同时把我们的这个空光 集合到我们这个空间当中 然后这块会有很大的一个休息区 可以看到这个造型是非常的梦幻的 完全是超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造型 那我们看这边 这边其实也很特殊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建筑的楼板 其实打了三个洞 这三个洞呢就是想让整个的建筑 从一层贯穿到二层有一个语言的连续性 所以我们做了更多的这种模拟天光的设计处理 我们看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 这个区域呢我们做的整个V字形的一个发光地面 那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它其实是有一个这种渐变的模块 我们用的是这种亚克力内透光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休息区呢 还是有这种细节的处理 这个地面呢采用是这种水磨石的地面 然后嵌入的这种很精致的透光的亚克力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V的造型进入的做展示 大家跟随我 那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呢 还是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编织的造型 这个呢其实是一种翻模制作工艺 我们采用的是这种GRG的模块 也是这种正腹膜的这种编织的造型 我们选的是这种两种颜色 其实把建筑外立面的这种造型进一步延续到室内立面 当然下面能够做一种透光 整个造型呢它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渐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渐变 这个立面的高度应该是有四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然后采用的是这种模块它的编织造型 可以看到和室内的这种语言是相呼应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商场的立面 进到我们一层的空间 我们做了这种拱形的层次 可以把人能够到一个神秘的时空当中 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 我是 Mo 我个副主持人的安裾 今天我会在咖啡之后 Chris Beckett 他会是主持人的建计 我们来调整一下 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的大陆葱 里面是在那里 我们在这区域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这种活动 这种说法 这种坏的事 and then we did a lot of a hole punch in kind of design to simulate the daylight in those states so in this way we feel like we're not actually in the interior state nature where'a sort of transition all the lighting, kind of lead you through you through different spatial area and then all the display we try to create in a way that rose from the ground Maybe Chris wanted to talk about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where we actually spent three years doing this from design to build and we overcome a lot of difficulties throughout these projects Yeah, I suppose the difficult part was trying to create this simplistic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but I think just the idea of the walls kind of growing from the floor and then into the ceiling I suppose that was a little bit tricky but we were able to create quite a simplistic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piece We're in the centre axis of the entire store Here we created a special staircase moving to the second floor I'm here with Chris who can talk about the design inspiration and why we designed the stair at this rate Yeah, I suppos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stairs kind of looked like this is due to the tight sight and strength The second floor structural grid was quite small and then floor to floor was really tall So the staircase starts off quite small but then I had to kind of wring it out and wrap around So get enough kind of treads for the stairs and then also cut into the ceiling as well so you still maintain all of the head height Yeah, since when we really designed we already have the structure that is already very tight So we can only have certain parameters to work with So we did a whole bunch of 3D models to figure out how many steps to get in there But the site constraint has meant that we've kind of created quite an interesting staircase form that kind of wraps around and kind of pushes out into the space which I think is quite nice Let's start walking Let's see the whole experience Here is one of the cup of atrium We created this throughout from the first floor to second floor transition area And this way you can feel the skylights really bring the light to the downstairs And here we also do this like a median swing wall Later on we're going to have a waterfall image projected within this whole swing And this is quite a simple way to creat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floor Isn't this the best project in Beijing? Yeah, definitely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projects in Beijing Like some of the moves which you see here you can never find it anywhere else It's so unique so everybody has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his space Yeah, definitely drop in and check out this cool store We're waiting for you once the store is open and hope you can enjoy the space Come on in! You're watching today! Let's start down! This is a custom space usingargent